走 颂悦 董司令 你怎么了 我不会让你用事的 你不要离开我 我不想死 我还没活口 我还没活口 我要做梦容复仇 我要荣华富贵 我给你 我什么都给你 千万不要离开我 千万不要 你喜欢我的 对不对 我知道你喜欢我 给我钱 我的钱 我给你 我给你 说话富贵 我的钱 我给你 千万不要离开我 苏宜 苏宜你说话 跟我说话 你说话呀 苏宜 总司令 杨森林 张森林 杨森林 我和你竟然是这么的无缘 我连一个可怜的影子都留不住 我连一点自欺欺人的幻想都留不住 我走错一步 就从此万劫不复又不朝生了 静雯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你告诉我 告诉我 走开 程锦志 程锦志 喂 我是陈副官 请叫程锦志 程锦志 你为什么杀这样的毒手 裴林 他重启量不过是个妓女而已 你为了这样的女人 跟我大吼大叫 你不要脸 我还要呢 程锦志 你竟然这样舍心肠 我舍心肠 还不都是你逼的 你让这个女人骑在我头上 羞辱我赤笑我 她们都是下奸的女人 凭什么跟我承锦志抢丈夫 所以你就杀了她 为什么不能 这个家 这个家全都是我的 她凭什么在这儿肥羊跋扈 难道还要我跟她争风致醋 我告诉你 她没这个资格 她让你不快活 你就杀了她 你为什么不干脆杀了我 佩玲 我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你毁了我的生活 毁了我的幸福 你现在连我最后一脸幻想也毁掉你 居然说是为了我 你有什么幻想机枉 不就是为了那个引镜丸吗 对 我爱的就是引镜丸 陆如风 我告诉你 不管是这个贱女人还是引镜丸 谁要是毁了我的生活毁了我的家 我绝不允许 让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一切都是你事先的安排 今天发生的事情 都是过去的重复而已 对不对 没错 是我送走了引镜丸 是我让她永远消失 你杀了我 否则 我绝不放弃你 给我 好 昨天 终辑 终达 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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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枫 你太过分了 程辞 spreading 把没收集 爹 成岁 禁止 伤得从我眼睛消失 慕容风 你欺人太阵 禁止 徐先生 这是我们黄军最尊贵的板井将军 板井将军 久仰大名 正午的事 存知上げております 最高の桜の花は いつも春の暮れの頃に咲くのだ 士山 君が来るのは 我々党の昔から分かっていたのだ 今回来てくれたことに感謝するぞ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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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 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 你把东西交给我 我转交给小姐就好了 总司令命令我 一定要亲自把这份文书 交到夫人手上 忠叔 让沈副官进来吧 好 夫人 总司令命令我 亲自把这个文书 交给你 夫人 家平 先告退了 好 好 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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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众司令要跟你离婚 出去 小姐 出去 小姐 仁慈的生命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费尽了所有的心思 却始终得不到我想要的幸福 为什么我那么不顾一切地去爱一个人 他却彻底离开了我 为什么我想努力地留住他 却发现手里空空如也一物所有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秦天先生 徐先生 他说 我应该知道 黄军的下一步行动 就是成州的慕容风 慕容锋如今已是龙中困兽 插翅难飞了 慕容锋虽在龙中 但是皇军却不想与他做困兽之斗 将军希望 你能让慕容锋明白他现在的处境 明白他最好的出路 就是跟皇军合作 那将军也应该清楚 慕容锋是不会投诚皇军的 恐怕委员长也不希望他跟皇军交好吧 我与慕容锋有不共戴天之仇 这 是件彼此了解最深的 往往是仇敌 这正是班警将军让你前往的原因 怎么 许先生不愿意前往 愿听差遣 喳与jet 当头发生了 韭urt 骑 选 30 我是总司令的护卫 嘉兵 这么戒备森严 教训有诈 在我的地盘 亮他们也不敢轻取妄动 慕容风 你还债的时候到了 这一次 我不会让你逃出我的手张心 慕容四少 你没有想到 今天要见的日本特使是我吧 慕容总司令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什么地方 当然记得 那时 许少爷落难入狱 我是专程过去提神你的 当时 你就像我现在这样 高高在上地俯视着我 像魔鬼一样看不清面目 徐委员长 事事瞬息晚变 佩林是真没想到 在日本人的领事馆里 竟然会看到 像徐委员长 这样的中国人 总司令不用跟我争这个口舌高下吧 男人之间的交锋 要靠实力说话 不是吗 总司令应该心里明白 这永江两岸 你目前的处境 可谓父辈受敌 真是瓮中之鳖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此番前来 是想给你纸条明路 这是日本天皇陛下 颁发的亲善文书 如若总司令签了的话 保你稳坐率位 安枕无忧 与皇军共享荣华 不知总司令 不知总司令 意下如何 都会摇尾 都会摇尾其怜的 好啊 总司令 我倒要看看你这条龙中之狼 还能保有多久的尊严 我也想知道 像徐委员长 这样的为虎作传之辈 能风光到何时 好啊 慕容风 我还真怕你就此答应 现在 你只有一种选择 带着你的军队 带着你的百姓 一起赴皇权吧 多谢指教 告辞 许建章他什么意思 他带了日本人的亲善文书 威胁我 若是不投靠日本人 便是死路一条 这也早就是 在意料之中的事了 现在众将领 已经陆续赶到议时厅 等待与您共商举措 告诉他们 会议取消 改日再议 是 在这里待上一会儿 好像什么烦恼 都没有了 是的 唯一要紧的事 就是照顾这里的 一草一木 可是 该面对的 还是得去面对呀 今天将领们都来了 等了我很久 我没有去见他们 却躲到这里来 为何不去见他们 我不知道 该拿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他们 你一下形势果断 这次为什么如此 拿不定主意 山河破碎 风飘虚 三姐 这次面对的局面 的确如同许建章所说的 腹背受敌 进退两难 如果宣战 会是什么结果 如今永江地带 四面兵尾 形势极为不理 中央政府 有态度不明 如果开战 我们只会寡步敌众 毫无胜算 到时候战争 一发而不可收拾 部队很可能伤亡惨重 甚至可能会 全军覆没 四弟 那你会屈服吗 如果投降 我怎么去面对 自己的良心 我怎么能担当地 几着千古骂名 我拿什么去面对 敬我 爱我的黎民百姓 四弟 这样的局面 就让你一个人 去承担 真是难为你了 自从父亲遇害以来 我的人生 并无时不在抉择之中 每一次 我都能当机立断 可是三姐 这一次 我面临的抉择 却是两难之选 怎么做 都是错 四弟 你这一生 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想明白了这些 你就会知道 该如何抉择 我好像很久都不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 自从失去今晚以后 也没有了快乐的感觉 一切认为是重要的东西 都失去了它的价值 对我来说 一切都来不及了 不 你错了 只要你能够勇敢地去面对 就没有什么来不及的 是吧 四弟 等你能够 重新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就没有人 再能摧垮你 谢谢你 三姐 这个福利 我只剩你这一个亲人 谢谢你 没有怨恨我当年的过错 而且还一直陪在我身边 静雯 你就打算这样 在这里守一辈子 你如果这样的话 只会让你的父亲不得安息 让你的母亲每天忧心忡忡 许建章投靠了日本人 做了汉奸 他现在只手遮天 为非作歹 国难等头百姓流离 你却还在这里对一切置入网闻 好 即便你什么都顾不得 即便你连活下去的斗志都没有 你就不恨许建章吗 你就不想为你的父亲报仇吗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我走了 你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说得好 没错 许建章害死了我的父亲 我当然恨他 如果我生活下去的勇气 是需要仇恨来支撑的 那我和许建章这样的人 又有什么区别 信之 如今我们的国家命悬一线 正是救亡图存的时候 我想父亲 一定希望看到我重新站起来 尽自己的能力 用自己的爱 去让这个世界减少一些悲剧 静雯 看来你经历了痛苦和磨难 真的是脱胎换骨 破解而出了 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家 我不想有更多的人 再经历这种泣浮之痛 信之 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 我能为国家 为老百姓去做些什么 再苦再累 我也愿意 现在 有一件关系到江北百姓安危 国家兴亡的事 也许只有你能办到 我 你跟我来 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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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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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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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包 卖包 日本人的野心绝不仅仅是 占领物质这么简单 新华战争情大乡 他们下一步的目标 肯定是孟龙峰 走 日军包围了孟龙峰的属地 他腹背受敌 尽况堪忧 我只怕佩玲会为了自保 而放弃抵抗 孟龙峰 你是说他会向日本人屈服 覆巢之下暗有温乱 如今山河破败 风雨飘零 谁不是 谁不是被历史挟持的认知 谁能担保会做一辈子的英雄 现在佩玲正处在 现在佩玲正处在她命运的十字路口上 这个时候 谁也全说不了她 也许只有你 能令她不成为千古罪人 我想去为抗日尽一份力 今晚 你一个女孩子嫁 一个人在外面 那 妈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 妈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你要是 妈可再禁不住了 我知道 您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今晚 妈虽然舍不得离开你 干嘛 知识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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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完了 就下去吧 这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日救王万岁 好日救王万岁 国家有难 屁不有责 如果中国人真的能团结起来 国家就有救了 我以前以为 我这一生都不会和政治跟这样的场面有关 可是当我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困难的时候 我才发现 只靠手术刀是不能救命于水火的 幸知 我要感谢你 让我从那种小我的状态中走了出来 静婉 你和佩林都是我最关心的人 从感情的角度上 我都不能置身于世外 我只希望你能 彻底地走出过去 直面新的未来 嗯 新婉 这个裁缝垫的上面 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秘密报社 走吧 嗯 潘师傅 啊 啊 新知啊 潘师傅 今晚 这位是潘师傅 他把地方免费提供给包社 还替我们做掩护 潘师傅 你真是个好人 唉 客气了姑娘 很面善呢 潘师傅 这是我的朋友 吴迟来的尹小姐 哦 尹小姐好 今晚 上牢吧 我带你去认识包社的人 去到这儿 我带你去清廣师傅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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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之 你好 你好 天明 信之 今晚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社长 盛天明 北大的高材生 报社的宣传领袖 好 这位是记者小赵 最会跑新闻的石干家 你好 这位呢 是编辑陆文 其人也是博学多才 这位是美工米兰 她也是刚从法国回来 你好 大家好 我叫尹静晚 我 我很高兴和你们认识 听信之 说过你好多次了 不要拒绝 快请坐 来 坐吧 坐 天明啊 你给静晚介绍一下 你们报社都是做什么的 好啊 静晚 我们这个报社 聚集的是一批爱国进步青年 目的就是通过文字的力量 把笔杆子变成一杆枪 和这个社会的黑暗力量 进行抗争 是啊 如今国难当头 山河破碎 我们更是肩负着 旧王图存的重担 我们要用我们的报纸 我们的宣传 把沉睡中的中华民众 唤醒起来 齐心协力 抗日救国 静晚 你来成州 有什么打算吗 我想为国家 为老百姓 尽自己的一份力 那太好了 我们这儿啊 正确人手呢 要不 你就留下来吧 我们大家伙 一起工作 是啊 留下来吧 留下来吧 我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听信誓说 你会俄文 法文 多种国外语言 这对报纸的帮助 可是太大了 是啊 我们现在正好有 许多国外文章 需要翻译呢 静晚 加入我们吧 如果能帮得上忙 我当然愿意了 太好了 静晚 欢迎你 奇怪啊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冯司 他们 他们好像是 撑着我们来的 大臣 不愿意 我们要大臣 请不愿意 我们要大臣 请不愿意 我们要大臣 快 右转 往胡同里去 十全彼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多了 你小姐和四少 可惜了 谭师傅 谭师傅 你在吗 四少 您怎么突然来了 谭师傅 好久不见 我 我是路过的 今天本来没有想过来 是因缘即会 您命中自有天定 既然来了 不是请谭师傅 帮我做件衣服吧 好 调块料子 做点西服吧 中国人还是应该穿中国的衣服 谭师傅 麻烦你帮我做件常衫吧 四少 您还是当年那个四少 我老他没看错 你不知道 我早就不是以前的慕容风来 我已经没有了过去的斗志 连我这个快入土的人呢 都还有力气做点事情 四少何必说丧气话 若是老夫人知道了 该生气了 谢谢你的气话 你说的对 我是应该想想 好好想想 四少 我帮您量量尺寸吧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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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